现在都在聊业务 两个人确实是不够了解嘛 所以你是深圳的分子 负责人 然后也是最帅的 你这个 勉强的承认吧 这行本来也不多 所以你就显得更稀缺了是吧 哦 摊牌了 麦姐 麦姐 麦姐还吃来挺高兴的 麦姐摊牌了 要主动出击了 我觉得因为大雄 让麦姐变得很轻松 对 但是大雄因为有麦姐 反而她有一点小拘禁 而且他们聊天的内容 就不像她跟Malody那次有聊电影啊什么 对 就没有想发掘两个人共同话题的这个 兴趣 而且我感觉都是麦姐在提问 对 对 其实你看他们整个聊天的过程中也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担忧未来拍 就是觉得其实未来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然后另外的一个就是享受当下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理解的 我属于白天享受当下半夜担忧未来 对吧 咱俩赚款了 而且就是因为我过于担忧未来 我白天才会强迫自己享受当下 就是这样 我见到的就是愿意投身到当下 都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解决这个焦虑的办法了 所幸我享受当下吧 完了把所有的焦虑留在后半夜两三年 这种 就是洗澡 你像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就看小说 看着看着忽然一下就不行了 就是怎么能这样虚度光阴 我就现在去洗了澡 重新再出发 洗完澡之后再开会儿 就真的会这样 因为白天你有太多人或者事情在身边 你就会觉得挺充实的 我过得挺幸福什么的 但你一到晚上那个时间是你自己的 就我觉得人对未来未知的东西都是会惶恐的 对 其实有计划的人很少 而且就算有了计划 未来也不一定按照这个计划去发展 是 我比较结果导向论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我未来是什么样子 它会导致我现在做的所有的决定 我有一个朋友这样的 比如说他定一个我三年后要完成什么事 他倒推 就是他到两年半的时候要做什么 他一点点从后往前推 推到今天要做什么 就把阶段成果先弄出来 对 这便是有规划 那你们有那种就是目标失衡的时候吗 肯定是你要按照实际情况来 就比方说我现在没有可能在五年以后突然一个上市公司 我肯定不会这么想 但是以我现在的状况 我在我这五年当中我能做些什么 就是还是符合就是实际情况 我觉得任何工作都是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你的能力范围在哪 这个就是别人没有办法帮你衡量的 你就算你说逼一逼 我可以突破自己 但是你一定自己心里是清楚 我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个事 我给自己设的目标就是 你通过某一些就是机械的规划时间 你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享受现在做规划也能享受未来吗 不冲突吗对不对